日幣貶值另外一個影響的層面 影響到的就是台灣以出口為主的農漁民是遭殃的 像是台灣一年是200億的鰻魚產值 其中有95%都銷到了日本 但是現在養殖戶 養蠻戶就大探說 現在1公斤少賣了50塊錢 而茶葉商少賺更多了 就以高級洞頂烏龍茶來算 每公斤少賺了有100塊錢 台幣換日幣跌破0.27 民眾掃日貨減便宜 但靠出口日本獲利的農漁民卻大含酷 我們本來是1公斤要去給產地買500塊台幣 現在可能就是少了50塊台幣 一條條都是準備要送往日本的新鮮鰻魚 台灣一年200億的鰻魚產值95%外銷日本 但受到日幣貶值影響 貿易商壓低產地價格 養蠻戶1公斤少賣50元 回來的日幣等於在跌了將近一層一層以上 但這還不是虧嘴多的 日本客人最愛的凍頂烏龍茶 老闆每個月光是零售就賣出七八百公斤 但賣的越多卻賺得更少 我們大概都是抓在百分之15到25 那你比如說 你像現在日幣整個貶值下來 我們可能只剩下百分之10 甚至於百分之7 百分之8 以一公斤的凍頂烏龍茶來說 以往可以賣380元 但現在因為會差 只剩270元的價格 少賺約100元 但不敢漲價 就是怕老客戶跑掉 碰到這種狀況 我們是少賺 但是還是有賺 所有的一些品質 我只要給它控制好 那它也是會正常一直在買下去 北台湾的茶葉受到影響 南部的膠農 明年2到5月就是冬交季節 但交易盤價還沒公布 只能緊張肝等 如果想說一貶值 那你就要買得比較少 這樣來就是 變成說外賺來的量會增加 怕日本人嫌貴少買貨 剩餘的量轉到內銷 實價被迫壓低 日幣貶值 幾家歡樂 幾家愁 廠商不敢喊價 只能慢慢等日幣回溫 東森財經新聞 小韓 鄭彥隆 台北報導